女人心还抵增,女人是感性的,上一秒跟你开开心心的,下一秒就可能电伞雷鸣 其实在男女之间,彼此相互理解,相互关心,都是好朋友应该做的 作为朋友,要学会关心女人 如果一个女人跟你是很好的朋友,她不介意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你 因为她需要一个倾诉的人,女人信任你,才会把自己的事告诉你 作为异性朋友,女人的这些事,不要跟其他人说 一,感情历史 对于感情来说,我们每个人或许都会经历那么一段伤心的感情事 有的人为了爱情,做出了让自己后悔的事,让别人伤心的事 有的人会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好起来 女人信任你,会跟你说起她以往的感情 这也是女人对你的一种诉苦 作为朋友,我们要学会去理解别人 好好地劝说她从失败的感情中走出来 是一个朋友该做的 二,伤心事 女人都是容易多愁善感的 对于女人来说,难免会有伤心的事 这个时候的女人最需要安慰,需要向人倾诉 这时候把你当知心朋友的女人,就会跟你说她的伤心 作为男人,听到女性朋友的难过 应该主动地去劝说她 说说应该怎么做,让她早点从难过中走出来 三,小秘密 对女人来说,不像是男人 有什么事情都会说出来 不会在心里留着,男人遇到事情,首先就会去喝酒 借酒消愁嘛 可是女人心里的这些秘密,更喜欢和信任的人一起分享 有时候女人会跟你分享她的秘密 告诉你许多藏在心里的秘密 这些东西她也许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可是跟你,她却不保留地告诉了你 四,她的缺点 都说日久见人心 这句话说得对 陌生的两个人,谁也不知道谁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是好是坏,这都需要时间来证明 异性朋友之间也是这样 时间久了就会很了解彼此是个怎么样的人 什么爱好,喜欢干什么都清清楚楚 作为男人,异性之间的相处 女人既然可以告诉你她的这些事 我们应该学会替人保守秘密 这不仅仅是对朋友的一种尊重 更是体现了做人的品格 学会替别人保守秘密 是对别人隐私的保护 也是我们做人的一种素质 有些话不能跟其他人说